曾经说过一位陈菲林居士 他自己是一位很虔诚的佛教徒 他太太不信佛 突然他天天跟他太太说叫他念佛 令他太太后来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灾难 都是念佛逢空化吉 所以他太太后来都信了佛 那现在今天说的这个个案 也是跟陈居士有关的 就是他的侄 陈菲林居士的侄叫做陈庆辉 陈庆辉起初都不信佛 而且他很极力反对 他叔叔那么虔诚信佛 但是因为陈居士很慈悲 他见到他的侄就劝他念佛 他说人是很多苦很少的乐 我们在世很多灾难 很多逆境和很多烦恼 如果要离苦得乐 一定要念阿弥陀佛 特别是我们危急 我们害怕的时候 更加要拼命念阿弥陀佛 但是他的侄都是当耳边风 不肯理会他 在十几年前 陈庆辉他要去到花莲 搬去那里 因为他在那里做生意 在他离开的时候 然后陈飞临居士就请了西方三圣的像 配了一个镜框 亲自送到台东的车站 交给他的侄 然后陈飞临居士就请了阿弥陀佛 在临居士就请了阿弥陀佛 在临居士就请了阿弥陀佛 他去到夜半的时候就回家 踩着单车 回家途中 经过一条坑渠 路边的坑渠 也挺深的 比人更高 因为天黑 不知不觉 他就连人带车一起 跌到坑渠那里 这坑渠比人高一点 他可以爬出来 所以当时他的侄 就是站起身 拍下身上的灰尘 看看自己有没有跌伤 手脚又没事 那没事 就把单车扶起 准备想将单车 托上路面那里 怎知很奇怪 好像他想托单车上去的时候 竟然觉得后面好像有人 把单车拉回来 他又是继续将单车托上去 怎知又被拉回来 如是者 三次是这样 当时 这个陈庆辉就很害怕 那些毛管都冻了 吓得云不附体 他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办 忽然间 在那撒纳 他想起 在台东他的叔叔 时时教他念阿弥陀佛 遇到危险 灾难的时候 你更加要大声念阿弥陀佛 所以陈庆辉当时 立即双手合十 大声地念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他诚心诚意 念了大约半个小时 他忽然间觉得身心安逸 完全不害怕 而忽然在这个时间 路面上竟然来了一辆三轮车 车夫来到陈庆辉面前 停了一辆车 完全不出声 就把单车 在那个坑渠那里拉上来 然后将单车 摆上三轮车 又请陈庆辉 转上三轮车 就跟着 将陈庆辉和单车 一起送到他 回到陈庆辉家 当时陈庆辉 很感激这位 连轻力壮的三轮车夫 打算 给多些钱 这么多谢他 下车之后 刚刚想在袋子 拿钱出来给他 谁知道回头一看 咦 不见了那位车夫 这个时候 是三更半夜 这么黑 想找都找不到 所以 他就回去 睡觉了 到翌日一早 他起床 但他念念不忘 这位三轮车夫对他的救助 他认为他应该报答他 要给他一些钱 所以 他亲自走到花莲一带 那些三轮车夫 周围 逐个逐个问 怎料 问了整天 大家都说 没有人 在晚上 曾经去过他 昨天的地方 去载过他 和单车 回到他家 那这个时候 陈兴辉忽然想起 在他危急的时候 他大声地念 阿弥陀佛 一定是阿弥陀佛的感应 化作一位三轮车夫 来救助他 他又想起 他叔叔在台东的车站 送了佛像给他 所以他立即回家 拿佛像出来一看 只见阿弥陀佛的像 是很壮严的 而竟然是和那位三轮车夫 一样是这么福气的照片 那他当时就知道 阿弥陀佛是出现来救助他 他立即 将这个西方三圣像 挂了上来 然后立即 去买一些香花 鲜果 一些灯烛 这样点着了来 很虔诚地去供养礼拜 他当时又想一下 如果不是阿叔 时时地 叫他念佛 又这么慈悲地 送过西方三圣的佛像给他 他今次真的 没可能会在急烂的时候 想起要念佛的 又不知道 那个西方三圣像里面的 阿弥陀佛的照片 原来就和那位三轮车夫是一样的 他觉得他的叔叔真是很慈悲 不只自己是虔诚念佛 还劝他身边所有的人 他 他 他 阿沈 都去学念佛 所以 他觉得他的叔叔真是很好 他就专程 由花莲 再回到台东 和他的叔叔 陈飞林居士 说出这个个案 和多谢他的叔叔 而他的叔叔就将这个个案 告诉林汉治老居士听 他就将他写在他的念佛感应建文录里面 其实 陈飞林居士 他真的是一个很虔诚佛教徒之外 他还是一个菩萨心肠的佛教徒 他 令到他身边每一个人 有机会接触的 都劝他们去学佛 希望他能够 自己修 自己去学佛 能够离苦得乐 他这个精神 真的很慈悲 很博爱 很伟大 而他自己 还有另外一个个案 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解他自己的另一个念佛感应的个案 曾经讲过一位陈飞林居士 他自己是一位很虔诚的佛教徒 他太太不信佛 卒之他天天地跟他太太说叫他念佛 令他太太后来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灾难 都是念佛逢空化吉 所以他太太后来都信了佛 那现在今天讲的这个个案 也是跟陈居士有关的 就是他的侄 陈飞林居士的侄 就叫做陈庆辉 陈庆辉 起初都是不信佛的 而且他很极力反对 他叔叔那么虔诚信佛 但是因为陈居士很慈悲 他见到他的侄就劝他念佛 他说人是很多的苦 很少的落 我们在世很多灾难 很多逆境 还有很多烦恼 如果要离苦得乐 一定要念阿弥陀佛 特别是我们危急 我们害怕的时候 更加要拼命念阿弥陀佛 但是他的侄 都是当耳边风 不肯理会他的 在十几年前 陈庆辉要去到花莲 搬去那里 因为他在那里做生意 在他离开的时候 陈飞林居士就请了西方三成的像 配了镜框 亲自送到台东的车站 交给他的侄 他就要去到香村做生意 他就乘搬单车去的 他去到夜半的时候 就回家 踩单车去到夜半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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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单车就回家途中 经过一条坑渠 路边的坑渠 也挺深的 比人更加高 因为天黑 不知不觉 他就连人带车一起 跌到坑渠那里 这条坑渠 比人高一点 他可以爬出来 所以当时他的侄 就是站起来 拍下身上灰尘 看看自己有没有跌伤 手脚又没事 那没事 就把单车扶起 准备想把单车托上路面 怎知很奇怪 好像他想托单车上去的时候 竟然觉得后面好像有人 把单车拉回来 他又是继续把单车托上去 怎知又被拉回来 如是者三次是这样 当时 这个陈庆辉就很害怕 那些毛管都冻了 嚇得云不负看 他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办 忽然间 在那刹那 他想起 在台东他的叔叔 时时教他念阿弥陀佛 遇到危险 灾难的时候 你更加要大声念阿弥陀佛 所以陈庆辉当时 立即双手合实 大声地念 南无阿弥陀佛 他诚心诚意念了大约半个小时 忽然间觉得身心安逸 完全不害怕 而忽然在这个时间 路面上竟然来了一辆三轮车 车夫来到陈庆辉面前 停了一辆车 完全不吭声 就把那个单车 在那个坑渠那里拉上来 然后呢 把那单车摆上三轮车 又请陈庆辉 借上三轮车 然后呢 就把陈庆辉和那三轮车 一起送到他 回到陈庆辉的家 当时陈庆辉很感激 这位年轻力壮的三轮车夫 打算给多些钱 那么多谢他 下车之后 刚刚想在袋子拿些钱出来给他 谁知道回头一看 咦? 不见了那位车夫 这个时候是三更半夜 那么黑 想找都找不到 所以呢 他就回去家睡觉了 到翌日一早 他起床 但是他念念不忘 这位三轮车夫对他的救助 他觉得他应该报答他 要给他一些钱 所以呢 他亲自走去花莲一带那些三轮车夫 周围去逐个逐个问 怎料 问了整天 大家都说 没有人 晚上曾去过他昨天的地方 去载过他和单车 回到他家 那么这个时候 陈庆辉忽然想起 在他危急的时候 他是大声地念 阿弥陀佛的 一定是阿弥陀佛的感应 化作一位三轮车夫 来救助他 那他又想起 他叔叔在台东的车站 送了佛像给他 所以他立即回家 拿佛像出来一看 只见阿弥陀佛的像 是很壮严的 而竟然是和那位三轮车夫 一样是这么福气的相 那他当时就知道 阿弥陀佛是出现了 要救助他 他立即 把西方三圣像 掛了上来 然后立即去买一些香花 仙果 灯灯gent 彈下来 很虔誠地供养礼拜 那他当时又在想 如果不是 阿弥陀佛 叫他念佛,又如此慈悲地送西方三聖佛像给他 他这次真的不可能在急烂的时候想起要念佛 又不知道西方三聖像里面的阿弥陀佛的照片 原来就跟那位三轮车夫是一样的 他觉得他宿的人真的很慈悲 不知自己是虔诚念佛 还劝他身边所有的人,他、他阿沈都去学念佛 所以他觉得他的叔叔真的很好 他就专程由花莲再回到台东 跟他的叔叔陈飞林居士讲出这个个案 和多谢他的叔叔 而他的叔叔就将这个个案告诉林汉治老居士听 他就将他写在他的念佛感应见闻录里面 其实陈飞林居士他真的是一个很虔诚佛教徒之外 他还是一个菩萨心肠的佛教徒 他令到他身边每一个人有机会接触的 都劝他们去学佛 希望他们能够自己修自己去学佛 能够离苦得乐 他这个精神真的很慈悲很博爱很伟大 而他自己还有另外一个个案的博 那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及他自己另一个念佛感应的个案 就这样